观景台前拍拍站 一群人架起大炮 准备捕捉这架飞机 洁白机身造型奇特 大家都来拍打白金号 这台空中巴士运输机 全球只有五架 惊喜现身桃源机场 今天是要来看什么飞机吗 白金 狂秀照片带上模型 小朋友看到偶像超兴奋 直到上午都还有航空迷 赶快到场一睹风采 平常很难得可以看到他 就赶快上班前来 记录一下白天的身影这样 这种比较少见特殊的机轴 外形也蛮可爱的 所以这种比较有兴趣 专程来追一下这样 大白金号机首特别 还有魔术大空间 这台特殊运输机 货舱可装上七头大象 或36辆汽车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货机 平常大多往来欧洲飞机制造厂 很多航财 甚至如果说大型飞机的机翼来讲 它都可以装一下 一般飞机载不下的 奇奇怪怪的装备来讲 它们几乎 我不是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以上 它全部都可以装得下 而据传这次现身 全是为了台积电 运输大型机具要来台湾 大白金号主要运输 飞机各式零件 甚至还能装下飞机版成品 其实去年二号机 也曾入境加油 因为它续航力 不如一般客机 预洋任务得到处 找地方加油 就像鸡豚类动物 大白金号个头超大 三号机预计待到21号 在凌晨5点就会离开 航空迷们抓紧时机 要好好欣赏难得的天外奇迹 华世新闻 吴旋员秋龙 继续提论 讨厌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